传说人的背上有一条通天路 这条路在镇元大仙的袖子里 在九头狮子的山门外 走一遭 天上的星星就转一圈 古人以北斗为地车 北斗新斗旋转指向一周 为一年 视为斗转心仪 斗转心仪时 北半球相应地域的自然节律也在变动 因此有了 斗包东指天下皆春 斗包南指天下皆下 斗包西指天下皆秋 斗包北指天下皆东 再结合甘之 总结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24节气 而人体脊椎不算底骨 也是24块 古人发现 24骨节和24节气 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呕合 对应的节气 与需要保养的脏气是匹配的 这24关 每一关都对应着一个重要的穴道 从底骨网上 视五节腰椎 第五腰椎 冬至 为吕 三里意中中说道 冬至有三意 一者 应急之志 二者 阳气使志 三者 日行难志 故为之 冬至 为吕 为脊椎之尾 江水入海 为吕盈余 是气之末端 地府幽明界 也是应急转阳之处 第四腰椎 小寒 腰阳关 天见寒 尚未大冷 视为小寒 此处 接近人之北极 夹于彭谷之间 被称为乱石山 腰阳关 靠近前列县 是都阳与大肠交汇的场所 为旅九重 宜经之地 第三腰椎 大寒 下级术 寒气之逆极 故为大寒 寒气 至此而上 古人称之为 冷龙盘踞之地 此处 为坐骨神经 阴急之所 以上三观 为寒冷观 若无灼火烹腾 杨立河车 难逃冷龙束缚 避寒大王 避的就是此 为吕寒气 第二腰椎 立春 命门 春 代表着温暖 生长 是万物生机的表现 命门 连接软巢 是丹田 波丹之地 也是生命 孕育之功 第一腰椎 雨水 悬疏 雨水的含义 是降雨开始 雨量渐增 悬疏 里下水 助阳渐痞 通调长气 再往上 是胸椎十二节 第十二胸椎 金哲 金哲 接紧 金哲时节 春气蒙动 大自然有了新的活力 明燕云 春雷响万物生 金哲节到闻雷生 正醒者福 月东重 接紧处 治理关节 供应 深域的阳气 第十一胸椎 春风 几中 春风者 阴阳相伴也 故昼夜君 而寒暑分 一个分字 道出了昼夜 寒暑的界限 几中之地 阴阳分明 是温圣之处 第十胸椎 清明 中书 这一时节 生气旺盛 阴气衰退 万物 土固纳心 大地呈现 春河景明之象 这是郊外踏青 与行清扫墓的 好时节 中书学 对应肠胃 土固 纳心 第九胸椎 古语 经缩 古语 是雨伸白骨的意思 此时 降水明显增加 田中的央苗出差 作物新种 最需雨水的滋润 经缩 是滋润之地 平干戚风 下润六腑 第八胸椎 立下 八椎下 斗指东南 微微立下 万物至此皆长大 顾名立下也 立下标志着万物 进入旺季 八椎下 别名排气学 主治消化不良 第七胸椎 小满 智阳 小满反映了两个自然现象 一方面 小满石降雨大增 江河渐满 另一方面 下手谷物开始渐渐充盈 但尚未饱满 三阳为吉 小满智阳 力胆退黄 宽凶力隔 第六胸椎 盲重 灵台 此时温度显著身高 空气湿度大 雨量充沛 适合有盲之物的种植 故称盲重 灵台 在神道与心树之间 故为心灵之台 灵台方寸 内守心神 第五胸椎 下至神道 日长之至 日盈短至 智者 吉也 故曰下至 下至过后 阳吉阴生 阴气居于内 神道处 阳之吉也 下连肝胆 宁神安心 主治 健忘 经济 以上四节 为气血关 气血欲结 陆立难过 蓝腰之关 避鼠大王 要避的 就是这 心中鼠气 第四胸椎 小鼠 聚雀 鼠为炎热之意 小鼠 开始进入福天 剑号聚雀 五股蓝户 所以为缺 对应胸辱 胸腹上部的 湿热水气 在此聚集 第三胸椎 大鼠 深柱 这是一年中 最热的节气 施恶交真 在此到达极点 正值三福天中的 中福前后 深柱 对应肺腑 宣肺清热 凝神正壳 第二胸椎 立秋 无名 秋季 是鼠热与寒凉交替的季节 管子曰 秋者 阴气使下 故万物收 无名 为奇学 阴气在此出生 对应心腐 主治癫狂 第一胸椎 畜鼠 陶道 畜鼠 又叫秋老虎 天气又炎热 像凉爽过渡 都脉阳气散热后 在陶道化为温热之气 在人体中 第一胸椎 对应重楼 下连降工 主治发热 瘧疾 头痛 癫痫 精神分裂等 再往上是颈椎七节 正走周天的话 这里是入脑之处 通天之路 反行周天 这里就是出脑之处 为西天门 偷吃完盘桃的大圣 走的就是这条道 第七颈椎 白者露色 气时寒夜 秋风在降温的同时 把空气中的水分也吹干了 这种燥热的气候 也对应身体中的燥热 为之秋燥 此处是鼠气聚集之处 对应甲状腺 主治热病 中暑 黄旦 第六颈椎 秋风 颈百劳 此时已经真正进入到秋季 作为昼夜时间相等的节气 人们在养生中也本着阴平阳密的原则 按照素问所说 警察阴阳 以平为期 此处为阴阳分界之令 颈百劳 为经外齐学 在大椎上两寸 老者 虚也 该学 主治多种虚劳之症 第五颈椎 寒露 虫骨 寒露节气之后 热气消退 寒气渐深 天气渐转寒 古人将寒露 作为寒气渐深的表征 虫骨 别名椎顶 位于十道气管处 主治 咳嗽 气喘 第四颈椎 双降 夏天柱 俗话说 双降杀白草 双降过后 植物渐渐失去生机 大地一片萧索 双降不是表示降霜的意思 而是表示气温骤降 昼夜温差大 夏天柱 对应牙齿的位置 牙为士科 肃杀天下生机 首阳明大长经 由此入下尺 足阳明未经 由此入上尺 第三颈椎 立冬天柱 冬季至此开始 冬者万物收藏也 动物藏身 规避寒冷 人体以头为天 景象由晴天之柱 故名天柱 为人体咽喉所在 冬季切记受风 需要保护藏匿 第二颈椎 小雪 雅门 十月中 雨下 而为痕气所薄 故宁而为雪 代表的是 小雪节气期间的 气候特征 第一颈椎下方 对应雅门 雅门 顾名思义 主管咽喉口舌 所以又叫舌宴 是我们传统意义中的 雅学所在 也是芭蕉洞的后门 蛇为芭蕉 定火是它 身风也是它 第一颈椎 大雪 风府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大雪的到来 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 第一颈椎 上端靠着风府 风为百病之掌 此处是通天大道的终点 京都山上 可直达先天一气 此外 这里上连天庭 所以也是四肢五藏 上宫五官精血的必经之路 以上三观被称为风寒观 是灵感大王冻结之天前 若无脑后 金金领路 虎利和车难以通过 必成大王 要避开的 就是这脑后之风 这二十四节骨 便是都脉的通天之路 这种医学思想 虽然不是很严谨 但在当时的生产力认识下 这样的方式 可以使没有医学尝识的古代百姓 快速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为古代人民的生活健康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中华民族而言 也是值得铭记的 宝贵财富